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祥和革命被在美国的KY博士 她应该是姓严的一位女士 被她提到了 当然也同时提到了个人在 已经对于我们现任的蔡英文总统 提出了内乱罪 内乱罪就不是总统了 但是经过法律的定验 或她自己认罪都可以协商的 接下来要谈一谈 我看到很多A450跟英年部队 他们已经在坐票现场 非常多的这些超过一般的死中人士 非常令人发指的情况 但是也不仅要想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明知道自己是犯罪 而且是集团性的犯罪 难道他们光是在赌一个 他们的罪性不会被发现吗 因为一般的正常人是不会这样的 当然坏人的恶人 他们在犯罪的时候 往往是 不是不知道他们在犯罪 而是认为他们不会被发现 但是这么多人都集体在进行 可能背后他生成了 还有一些他的目的跟意义 所以这个是莫书的体会 是常年下来对于我们的 二八那个往事的 七十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 大概是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 有很多被错误的植入跟栽赃嫁祸的 在这边 而莫书就手上所有的资料 给各位做个介绍 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这一份是日本巨台五十周年 也就是昭和十九年 他们五十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时段 所以对于他们的政府 发表一个建议书 这里面的内容提到 日本有极少数极少数有良心的人 认为以日本对台湾的奴化教育 跟不合理的殖民态度 和他们的优越感跟压迫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不人道 所以即使是日本 他们未来的国家发展再强了 也称不上是一个文明先进的国家 这是昭和十九年 也就是光复前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那到底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来给各位微微道来 这是当时的 他们算是一个户籍成本 这都有盖章表示是当时原始的文件 那这一块是什么东西盖掉了 通常盖掉的东西都是见不得人的 我们不谈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 这边是不是有鸦片稀释 他们叫鸦片 鸦片稀释 那这个鸦片稀释就是 日本自己可不可以吸鸦片的 但台湾人你只要有钱 他为了赚钱 这个牺牲活该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待遇 还有这个实际上鸦片的收入 有多么高呢 以当时这种领收证书来说 一年的税收相关应该缴的税 其实是有些时候比较小的家庭 是几毛几分而已 当然那个时候是龙吟 不管 这是大正时候的 是台中的邻家 是不是那个邻家 我不知道 但是反正去查 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料跟试证 这不是末苏的重点 是他的鸦片收入 居然到一千多个银元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跟数据 可以知道 所以日本在台湾有一些 他们自己本国没有实行的政策 然后在接下来是一个 他们对于彩券的发行 在台湾总共前后发行了三次彩券 说这是小事 这是小事 那是小事为什么不在日本也发行 日本从来就没有发过彩券 那就是因为会赌 那把台湾的钱都赚到了 让你活该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被他们自己的公民认为可耻的原因 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要去歌功颂德 我个人觉得好的地方好的部分是应该要表彰跟表扬 但是坏的东西我们不能蒙着眼睛看不见 所以日本在台湾发现彩券三次以后为什么停止呢 他们回来发现很多日本人跑到台湾来买彩券 这是停止的原因 不然它会一直发下去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这就是另外一个不公平的待遇 因为这一位人士他是企业界人士 所以他有改名字 这就是有原名跟更换以后的这个姓名 这是非常清楚的 他这个时间呢是在昭和16年 这个统统是当时的这个历史文件 斑斑可靠 他们用黄民化政策让台湾的人民为了配合跟去黄民化 所以用不同的配给制度等各种社会的优待 但是反过来说一件事情 参与黄民化的并不代表他就变成了日本人 有的是为了生活的不得已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即使是有变黄民化的 有参与的 不代表他就不是中国人 是认同中国的才是中国人 也许有些人他根本心不在这 做的事情是比这些人还坏 就像有一些外省的第二代 他的出身叫做外省第二代 但是他做的如果不是正常人做的事情的话 那就该怎么定位是他自己做决定的 接下来这一份是日本在昭和天皇已经决定投降之后 他们是8月15投降 那这是8月30日本总督安藤利吉他的一个批文 我个人没有看到盖章也没有一个样 所以这个我个人怀疑就是安藤利吉本身的手笔 因为我们看这边 其实是相当高阶层的一个单位 一个重大的金库来源 就个人在历史上所知道的这些 就是他们在日本确定投降之后 加印了非常多的台湾银行券 等于几乎多了三分之一 所以是把台湾的经济打得很惨 跟这个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所以日本人是不是代表真善美 我不确定 但是好的日本人一定有 但是那么恶子的日本人 如果还把他当神主牌带来供应 供养的话 这也是有问题 这些不是我们真正台湾人所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这个批示基本上如果去研究的话 会有史学上的效应 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对台湾的经济 肯定是又是另外一种伤害 所以他们在离开台湾之前 说的一句话就叫做 日本人离开之后 台湾三个月之内将是一片漆黑 当然这个历史是孙允玄先生他来了 和台北工专的这些应接毕业生 跟这个前后期同学 很快的就把台湾电力恢复了 但是那个时候台湾基本上是被美军轰炸的 是铁屋顽肤 包括屏东这些地方 我当时有点好奇 怀疑怎么会这样子呢 屏东不是只生产洋葱吗 后来发现就是在 因为台湾到处都生产蔗糖 是很重要的产业 而蔗糖生产当中 它有一些副产品 是能够变成航空用的油料 所以美军就是把台湾炸得非常的稀巴烂 这后面的建设如果不认账也OK 如果有一点良心愿意认账的话 那就比较像人了 再接着往下看 这些鬼东西 它当时所说的内容跟话 跟现在相比 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人还是一个世人 现在的不是人 这个详细内容就不说了 这份报纸呢 也是相当一段时间了 我们照一照它的时间 是民国96年的6月 OK 那我们往下照一照 这个是我们秀莲姐 当时在一张照片后面的签名被披露出来 OK 当时是好事 不要难过 因为 再来看这边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有一些学者专家 还有一些我们认识的政治人物 他们当时算是在打拼 他们去中国大陆 我们讲是一个参访 但是当时在野党的时候跟情况 应该是符合中共的某些策略 叫做联络明天的敌人 打击今天的敌人 联络次要的敌人 打击主要的敌人 这里面就是台大教授李鸿喜 就是这位 等人呢 共产党的游历在 表现一颗 这个叫做什么 灼热的心 还是什么灼热的中国心 这一张看也精彩了 这是在1993年 谢长廷 老谢那时候还帅帅的 现在这个嘴脸简直是不可恭维 还有姚家文 这个蔡同龙 柯建民 李庆雄 访问 夏大 厦门大学 这个台湾研究所 而且谢长廷又出了个宪法一中 一国两四的主张 还获得高度认同 我们看看这个游锡坤的先人 是闽南的 连根瑶 好来再看看这个 这是陈水扁的民族和解之路 他还为他没有走访到他的这个家乡 还非常的这个 好像是傲上 OK 这些事情我们来看一看 好在这边 刚才漏掉了 这个当时和杜聪明一起在帝国大学台北分部 就是我们后来的台湾大学 毕业的一位学者 但是他被奉派变成鸦片事实官 就是要抽鸦片看什么反应 这是官方 后来那是血迹斑斑 因为一息死了就上瘾了 所以日本人对于台湾同时还有非常严重的叫做教育机会的限制 所以台湾一大堆这个农业博士 有很多这些牙医师这些 但是真正理科工科还有法证的这些教育机会 其实是被剥夺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还要说日本人很好 如果是个人意见是要准重 但是如果说历史意见的话 连日本人自己有良心的都看不过去 不同意 来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这是228纪念馆里面的相关内容 这个228纪念馆它里面官方的报道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大严重的这个栽赃嫁祸跟抹黑 我给各位回复一下 就是228它的官方的影片里面说出一段内容 断章取义而且完全扭曲的内容 它的内容是这样 葛金恩将军在台湾第一届七层干部 完训的时候训话说 各位请心情静下来 仔细听到莫书所说的这几个字 台湾人是赤的民族 在他们的影片里面的片段是这样的 但是葛金恩将军实际上的说话的内容 这几个字都有 是台湾人被日本人当作是赤的民族 少了这几个字内容完全不一样 就栽赃嫁祸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台湾人 他们宁可也知道民主进步党这么烂 这么败坏 这么伤天害地的事情都做了 他们还是不要把政权交给国民党 这是其中的一件 第二件是包括陈文倩小妹都中招的一个历史事件 他们说他是引用杨亮公先生的 二二八事变的官方调查报告内容 3月7日21师在慈元台湾二二八事变 上岸之前舰长收到电报说岸上有乱名 所以舰长就下令对岸上的欢迎的民众开火 各位 这个场景如果是电影里面 我们想想是多么的冷血 多么的可怕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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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 根据中华民国大事的记 相关的年表里面非常清楚的说明 21师上岸的时间不是3月7号 3月7号是一个超时空杀人案件 根本没有发生 因为是超时空 他真正登陆的时间 基本上这第一个是一个秘密的军事行动 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基隆港的军港区 更是不会任由民众进去的 所以当时确实有乱名 这个拿着武装 企图阻止军队上岸 这个是合理的推测 但是21师登陆的时间 是在3月9日 所以连我们的二二八事件的官方报告 都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失 连陈文倩小妹 都会引用这种错误的史实 所以如果很多台湾的民众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没有办法分辨 结果变得内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觉得应该是要怜悯跟同情的 接下来莫书也要支撑 莫书也被骗了 有一张他们公布的 又是非常 其实很粗劣 但是第一时间莫书也是被骗的 就是他们把一张黑白的照片 那个标题标的很带技术 他说1950年美军公布的基隆港 那1950是在二二八事变1947之后 所以这个时间点他忽悠了 之后呢 他把所有港区的水 统统用电脑技术把它涂红 而且他上面还标了四个大字 那是一种版本 就是进阶版 他就叫做雪在雪藏 请问如果说是一个港里面 水都变成一片鲜红 那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里面很多人在行走 完全没有这个里面港口也没有死尸 而且连莫书都对自己非常自责 这么简单的事情跟问题 如果港区里面的水是红的 那请问旁边那个小山丘什么 是不是应该有绿色相对天也有颜色 这个都没有 所以连莫书也被骗 所以一个是超时空杀人案件 一个是这个雪在雪藏 还有一个是葛金恩将军的这个 在官方的媒体里面公然这样 那台湾同胞觉得不放心是正常的 告诉各位莫书出来是就是要化解这个仇恨的 包括对这些犯罪的人 莫书现在推动也提出一个叫做 相揪 协询 赚奖金 拿奖金 因为很多人在中央选举委员会 那个投票舞弊的现行犯 只要拿骗子 而且注明是此人 官方就要侦查 就可以开始侦查 这是非常明显跟明确的 所以莫书现在说了很久 各位 我说的话也许不一定能做到 但是都是心里面想要做 所以莫书提出一百万对于第一名 第一位完成去自首 去完成去当污点证人 也完成笔录的 就可以来拿 那他们现在不出来 但是这个名片 这个影片上的这些内容 当时实录下来 他们周围的朋友 或者他的配偶夫妻 一定会看得到 那这种情况下已经都烧起来了 那没有再转环的余地了 莫书这个笔就像穿云剑一样出去 就不回头了 找来的哪 所以相就一起 一起来 大家完成这个程序 这个推荐或介绍或著成的朋友 你们一人一半 我还是第一组 第一位是一百万 你们怎么分 OK 第二位九十万 第三位八十万 越慢 奖金就越少 但是对不起 我已经讲了很久了 天下的事情不会永远在等 尤其是等已经犯罪的人 莫书还在给大家机会 这个自己看要不要 这是莫书端出禁酒 希望大家在禁酒的情况下 一片好喝 所以莫书提出祥和革命 所有的意思跟味道 就是在可以减免罪性的情况下 同时还拿到一笔安家的费用 当然也不限于这些 包括纸箱的厂商 包括提供这个神奇水拉比的厂商 包括1450的部队 包括这个网军 包括鹰眼部队 通通都包含 甚至于包含电脑作弊的团队 如果电脑作弊的团队本身身家比较高 那我就建议不但完成之后 也去AIT寻求政治庇护 我相信台湾还是没有人敢去动美国老大哥 所要留下来的人 要做的事情很多 该做的事情机会也出来了 再过两天 莫书的禁酒依然在 但是一旦启动法律程序 那后面的事情就很难收场了 而且这些只是第一波 后面第二波第三波 我手上的资料一直进来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包括一些鹰眼部队 他们在1月10号 就报告他们的台湾队长 已经完成投票 当检察官 当法官 来要求你为什么 在1月10号就完成了投票 你那个时候的行踪所在 再把当地的监视器的录影带 调出来 那包括你怎么进入 中央选举委员会 一定是被锁上的那个 投开票所 你怎么进去的 因为没有听说过 玻璃又被打破 那这个钥匙是谁给你的 这个共犯集团已经炸锅了 不要再勉强 莫输也许只是巧合出来 但是这么多的巧合 发现到现在 这就是必然 时候到了 那个说不定520 我们大家还有机会 看到正确的人就职 那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敬酒不吃 那就是时候到了 我们看看法律怎么制裁 我们在最后来看一下 这是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长周张清先生的一个回应 对不起 这是另外一个内容相似 我给各位报告一下 那位应该是叫张志饶 他把我的签结 但是我重新补充资料 新资料送进去之后 这个选举委员会集体舞弊违法的案子继续再办 同时我告诉提醒张志饶检察长 您有明显的疏忽跟或者是失职的可能 因为连这么容易这么明确的证据 都随便把我的内容用一个新闻影片的方式就带过 我已经准备好了证人是可以来作证的 以现代的科技任何山西产品它的IP跟它的时间点 基本上是确定的 所以也对于不但是一个延续这个案子的继续进行 也对于这个张信的检察长提出中雇 认真思考或者是接续办这个案子的检察长 认真思考这个当下 这个全世界最庞大最严重的舞弊即将现行的时候 您要一起下舵 还是站在一个历史的定位 一个法律人一个司法人 最尊贵的位置为全民讨回一个公道 好好思量 这是大是大非的时刻 今天就各位分享到这里 谢谢 各位观众好 这是在互联总会 我们永远的第一夫人 居门口的那个巷 真是风华决戴 为她的先生 也为她的国家做非常非常多重大的贡献 非常敬佩 今天有特别的姻缘参加 其实是因为这个二党又要想清拙 互联会的庞大的资产 这么经过七十年的时间还能保留着 就要给她一下就拿走了 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这是我们国家 然后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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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